抗爭或抗議的目的是協商 可是以剛剛講到現在 不論是黃國昌過去四年 他其實他就是只有抗爭 他沒有協商 黃國昌講這個東西 你四年前當過立法委員 你現在丟這個東西 你擺明了就是 又要違背立法院院長職權 跟整個討論流程 以及大小黨之間 應該有的協商協議 去幹出這個事情來 你的公開透明是透明到哪裡 跟誰公開 你的主詞動詞對象方式 通通都沒有 你就叫我承諾你 這個叫簽空白支票 在2016到2020年的時候 黃國昌在立法院 就是不斷的要求 行政單位跟其他立法院同仁 簽空白支票 我們去設一個民主制度 應該有的門檻 被他講成你違反民主 你違反人民的權利 你根本就是沒有在尊重人民 我覺得這個玩法不要再玩了 這一屆再玩下去真的是 未來的國會 雖然你跟靖怡委員都不會在新國會裡頭 可是現在的國會立院龍頭到底是花落誰家 現在民眾黨在主導 黃國昌已經心話說 你要有條件配合我們這些相關的條件之後 再來談說我們要不要支持誰 那這件事情大概就開始 什麼各種組合 可是我覺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 民眾黨幾席 八席 八席 八席現在做到比五十席還大 你反而就是這樣 你覺得要被綁架嗎 你就要被綁架嗎 我覺得當然是 民進黨必須要有自己主導 這整個意識過程跟節奏 包括國會改革在內的一個主導性 不能絕對不能再像這個 像黃國昌怎麼講 然後就他出考卷 然後你就寫了 這非常奇怪 我們當然不是說幾席就表示說 八席就要忽視他的聲音 可是八席出考卷給 五十幾席的黨來去寫 這還是有點奇怪 他不是列了四題嗎 四題我就說好喔 兩個字號 所以我就只是 我要回答就是說 其實在國會裡面 我跟靖穎在裡面那麼久 我們每一個議題要說服 都是要花很多時間 其實不管從之前婚姻平權 還是甚至於國會改革 像我這一屆在立法院裡面 擔任開放國會委員會的召集人 每一項國會改革開放透明 包括這個 怎麼樣去讓人民更能夠監督立委 我們所有的這些資料 要怎麼樣讓人民可以 我現在講一個最簡單的 以前舊的資料 都是放在立法院的圖書館 你想要看的話 舊的委員的資料 他的問證資料 你去看紙本 對 我們怎麼樣讓他全部變成數位化 大家可以上網去查 這個花多少時間去討論 你知道嗎 一年 花一年的時間找民間專家 找四個黨的代表都進來 然後一起討論說怎麼樣弄 然後有一些黨也會有不同意見 那你為什麼有不同意見 這是花多少時間 我現在要講的是 每個議題 因為國會就跟社會一樣 我們是一個民主社會 所以我們在國會裡面一樣 113席你要有57席的人都挺你 講完回來的意思是什麼 你2月1號就要選立法院長 你現在丟出來說 第一會期就修法 承諾要修法建立國會聽證調查 承諾第一會期修法強化人事同意權調查 我請問你 你有開始遊說委員了嗎 還是你要民進黨在這一些新任委員都還沒進去的時候 以民進黨的黨來告訴你說 我就答應你了 我不管我的委員怎麼講 委員們都不用溝通 黃國昌裡面的委員 我要告訴各位民眾黨裡面 當過現在正在當黃國昌新的同事的委員們 他有跟你討論嗎 現在提出來的這些是他自己提出一個版本 叫你們大家有沒有意見 各位 不是有版本嗎 有 他就講他也沒版本 他四個東西 他四個東西很籠統 我要問一下大家 你要公佈相關經費 什麼叫做相關經費 我們都當過第九屆 你不是不知道就是這種個性 我要問你 因為我跟慈庸 我們都有類似的經驗 到底是黃國昌拿出一個東西 然後請你請其他七位委員 看你有沒有意見 誰會有意見 你講這麼籠統的東西 誰有意見 我們提出這些來當成2月1號 就是兩個禮拜以後 做這個政治攻防的一個工具好不好 他們怎麼去想 他們都還來不及 我們現在才剛on board 如果你真心要推 國會聽證調查 人事同意權調查 你是不是這巴西利 我先要經過一段辯論 自己內部先辯論 我們覺得什麼事情最重要 以及這到底是不是 作為國會議長 最重要的事情 內部有沒有經過這樣 我就問各位 有沒有一個 你要提出這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具體的內容是什麼 你們先不要講 你有沒有遊說其他黨的委員 你們內部 出現這個共識的過程是什麼 我有經驗 就是環國昌拿出來 問你們別人有沒有意見 別人都覺得這個讚 民進黨一定很難回 國民黨也很難回 接著的話 看他們怎麼回 我們再來決定 我們就是立法院裡面 最高 我們早上有先回了 最高道德 沒有 我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民眾黨就是 國會裡面最高道德 因為我們提出來這個 大家都回得一個很籠統的 我們只能說好歐 你看我們是不是最厲害 我要告訴大家 我要再告訴大家一次 我在立法院這八年 得到的一個很大 很重要的一個學習過程 就是民主社會 我們是要取得人家認同 不是要辯論到人家認輸 我們在我們的選區裡面 拜託我們的選民支持我們 我們不會去 要把我們的選民變到他輸 我們是要爭取他的認同 到國會裡面是一樣的意思 國會裡面就是一個小的社會 你是要爭取57席的委員認同 而不是說我道德比你高 我出考驗給你 你對 我錯 我對你錯 這樣子來辯論以後 然後因為大家都被你辯到 大家不要跟你說話 沒關係 大家都是道德比我低 所以我道德最高 我至少因為太多事情 我愛家愛戶 從中心大樓 地下室 拜託到11樓 在婚姻平權的那個時候 多少人敬儀巧會 大家是這樣弄的 而不是開記者會罵說 你說我不承諾我什麼東西 你就是背棄理想 不是這樣的 我們在選區會這樣對選民嗎 你在選區爭取選民的承諾 支持的時候 你會用說 你不支持我 你怎麼知道他在戲子 不是這樣對選民 你說罵選民 我是不知道 你不能說 你在一般的民主社會裡面 是一個態度 到一個民主國會裡面 你變成用要求別人認輸 也不是要求別人認同的 我們今天一個民主要多數過去 就是要爭取認同 所以我現在在重看這一個過程 我真的好像回到八年前 然後我要提醒所有現在 跟他在同一艘船的朋友們 上面像陳昭芝 其實過去在北社的時候 真的是一個 蠻敬重的一個前輩 我真的是要 你要我真的想問一下 這個 這一個共識的過程 提出來的一個過程 這個流程跟你平常在北社 一個討論事情一樣 這個流程跟你過去經營公司 或經營一個團體 大家腦力激盪 共識會 最後噼哩啪啦辯論 因為最喜歡辯論的 就在過檔 對不對 你們有跟他辯論過嗎 我看是沒有 所以如果沒有經歷過一個 噼哩啪啦說 好 我們民眾黨的巴西 的共識就是這樣 而是一個 其實你平常在其他組織 不常見到的一個流程 我真的要提醒大家 乖乖的啦 我的想法跟Freddy不太一樣 因為Freddy跟靖怡委員 都是正常的立委 黃國昌是不正常的立委 因此他不正常的思維在於是說 你說民眾黨內部有沒有討論 誰有不同意見 就被柯文哲開除 就不用當立委了 還有什麼討不討論這個事情 這第一點 第二個事情說 柯文哲跟黃國昌 他們是一夥的 他們只在乎一件事情 就是在沒有裝小 沒有組織的狀況下 怎麼樣透過炒作媒體 東秤西秤的方式 增加討論度 他們在藍白河的過程中 雖然結果失敗 可是過程中 大家都討論他 每個人都在看柯文哲講 什麼做什麼事情 他現在複製這個做法 到立委員龍頭的這個選舉之上 為什麼黃國昌要提出這事項 他就要你民進黨不跟他談 他就說你傲慢 你選擇總統了 你我那麼國會改革主張 太離譜了 你現在都不跟我談 他就這樣子在那邊鬧 所以他這個做法就是他其實擺明 用這個方式來希望 他反而希望我們拒絕 希望立委員拒絕跟他談 這樣就符合他用在他 就把這些影片剪接了之後 就開始在他YouTube 在投音 在上面傳 然後塑造說民進黨 就是不希望國會改革的一個政黨 用這個方式給你扣帽子 對 我回扣來講 現在民進黨五十幾席 你現在提出這些東西 民進黨的這些人 還在卸票的在卸票 其實大家選上的都一樣 卸票的還在卸票 開始趕快要去處理辦公室 服務處 你都在處理的時候 你提出這些 有哪一個正常的公司 人民團體 五十幾個人 大家都是委員 沒有你民眾黨的委員比較大 五十幾個委員 而且大家都是區域 大部分是區域立委 辛苦選上來的 這個時候怎麼五十幾個人 去講出一個說 我們國會改革的共識是什麼 所以你是要現在的總召 為下一屆來幫忙答應嗎 這個不是一個正常公司團體 正常的人像趙少康他就馬上答應 對啊 你這樣子 不要這樣講 其實白銀出招 這樣宣示一個立場 他要逼藍綠去表態 覺得Fraid of PTSD 真的 他有創傷之後群 那這件事情 我還是希望大家能夠 民眾 因為這件事情訴求 還是訴求到民眾 這種事已經八年了 黃國昌這種問證習慣 已經八年了 就是丟一個東西 現在比方說 我們那時候在處理軍改 他就說你為什麼不要現在 再通過婚姻平權 對 都不用溝通 不用程序嗎 對 他已經用這種方式搞八年了 所以我可不可以麻煩大家 就是在看戲吃瓜的好朋友 你就看看這樣八年 黃國昌這樣處理的方式 有對修法有什麼很好的結果 我們之前在做公投 公投議題的時候 我就一直就覺得說 即使你前面有那麼多流程 其實公投還是一個非常 迫不得已不要做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到投票的時候看到一個 你是否同意什麼什麼什麼 這一張題目的背後 你可能要花二十分鐘 先了解某一個背景 再花十分鐘了解某一個背景 再花二十分鐘了解 如果我投是會有什麼結果 我投不是會有什麼結果 這麼細緻的一個東西 不是給你一張指說 你要或不要 那現在黃國昌這過去四年 應該就是2020一直到 2016到2020 他就用這種模式 你同不同意我什麼 你如果不同意 你就是道德很爛 你就是不改革 你就是退後 你就是落後 他整整四年都幹這種事 其實我一直在強調 八年以來 我們都要讓民眾了解 抗爭或抗議的目的是協商 可是剛剛講到現在 不論是黃國昌過去四年 他其實他就是只有抗爭 他沒有協商 那現在在第二 就是說國會龍頭出來之前 國會龍頭的角色在哪裡 說實在的 你有看過立法院院長參與表決嗎 沒有啊 你有看過立法院院長 在委員會提案嗎 也沒有 那副院長可以嗎 沒有 他怎麼承諾這個 立法院院長跟副院長 就是沒有在委員會提案跟表決 他連質詢都沒有 他有中立 他是一個中立第三方 甚至他要對外 他都不能 他在整個處理上面 都要完全就是很公平的 這是第一個事情 第二個事情 立法院院長質權是什麼 召開會議 召開協商 然後有重大議案的時候 他必須要代表立法院 比方說有時候 中國對我們進行一些文攻武嚇 立法院院長要代表立法院 去表示抗議 因為國會 人民最高的層級 其他國家的國會議員 或政府官員來的時候 跟他見面 表達台灣人民的 最高民意機關的立場是什麼 這是立法院院長質權 你要改革 沒有錯 院長可以說 院長可以說 我主張這個 我說一句實在話 游錫困院長有沒有非常主張 我們立法院要簽到台中 他們說立法院要擴建 有 游錫困院長有沒有要求 希望能夠 他自己又是這個 我只要沒記錯他是正常台灣 希望能夠重新立憲 我就問一件事情 院長這麼說 我們全部都要聽他的嗎 院長不是我們的班長說 我叫你這樣子 全部都跟我這樣走 所以院長今天 你今天即使我們的 民進黨這邊 我扣回Preddy剛剛的邏輯 請大家搞清楚 我們在立法院裡面 比方說我們跟 比方說跟陳育貞委員 可能立場不一樣 我要不要尊重他 要 因為他代表金門 就這麼簡單 你沒有那種說 我不管 你們大佬不是這樣講的 沒有這種事 我們自己甚至民進黨內部 不同委員之間不同 我必須承認 過去也有民眾跟我反應說 你就跟你們黨的誰誰誰講 不要怎樣怎樣 我說你要你自己跟他講 因為你們是他的選民 你們是他的民眾 你們可以跟他講 我沒有權利去跟我的同事說 你那個什麼東西不好 我們今天沒有權利去管別人的提案 指證別人的提案 所以你今天 黃國昌講這個東西 你四年前當過立法委員 你不是不知道 立法院院長的職權是什麼 你現在丟這個東西 你擺明了就是 又要違背立法院院長職權 跟整個討論流程 以及大小黨之間 應該有的協商協議 去幹出這個事情來 接下來立法院院長 他第一個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二月一號當選之後 召開談話會跟協商 協商各政黨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開會 這是他第一個最重要的任務 他可以 我就像剛剛這個 葉傳大哥講的 他可以講好啊 好喔 好喔 很好 為什麼你都可以做這種同意 提案你不是他提 因為提案不是你提 而且我們在學科學人來講 操作定義都沒有出來 對 你的操作定義沒有出來 你的公開透明是透明到哪裡 跟誰公開 你的主詞動詞對象方式通通都沒有 你就叫我承諾你 這個叫簽空白支票 在2016到2020年的時候 黃國昌在立法院 就是不斷的要求 行政單位跟其他立法院同仁 簽空白支票 你簽這空白支票 才代表我愛你 簽這空白支票 才代表你願意改革 我們已經這種空白支票 你開了那麼多次之後 請問一下在2016到2020 黃國昌先生要求的空白支票 後來對台灣造成什麼影響 不要忘記 我的那一屆 我為什麼會來補選 陳柏惟怎麼被罷免的 罷免完之後 因為門檻下修 每個人都講說 你們那樣不合理 那個門檻不對 你那個區域這樣搞 每一個人都會被罷掉 根本對民主憲政是倒退的 我摸著鼻子走說 當初我們在修法 在修公投法 在修這個罷免法的時候 黃國昌很大聲 Ferdy最清楚 當時你的前一個政黨 很大聲 你們要是怎麼樣的話 就是違背民主 那個時候對於公投 後來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在上一屆尾巴跟這一屆 還曾經有人叫做 一個叫心跳公投 他去公投 懷孕幾週之後 就完全不能做人工流產 把所有的這個 民間團體跟很多的性別團體 全部嚇死 如果照原先黃國昌先生的 那個公投提案的話 這種公投你得讓他過 我讓大家來投票 你中選會不能說不 回過頭來以罷免法 如果當初以黃國昌先生 那個版本的話 他的說法叫做 你不用設門檻 兩票贊成一票反對 這個人就被罷免了 他是這樣做的 當時用這種東西 我們去設一個民主制度 應該有的門檻 被他講成你違反民主 你違反人民的權利 你根本就是沒有在尊重人民 我覺得這個玩法不要再玩了 這一屆再玩下去真的是 我覺得接下來的立法院 不能再這種玩法 因為他道德呼籲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 對付黃國昌這種人 就像益川講的會好 他有意見要討論細節 就派王益川 直接去當國會改革的召集人 去跟黃國昌 開8小時直播辯論 看他敢不敢 他開下去之後 黃國昌的粉絲一追 就會跑到益川這邊來 他要吵聲量用這招跟他玩 我們現在很嚴肅的 在討論政治問題說這件事情 你要有細節出來 你要慢慢協商他幹嘛 黃國昌就只知道吵聲量 他沒有要跟你走 傳統政治這一套 所以說民進黨的思考 一定要去靈活 不然你在輿論上面 他就綁死了 他清延票這個部分 然後就打到清延票 繼續來勒索你 這樣子的話 其實所有的施政 都會變成很大的困難 不是 因為兩位委員 你是有共識 而且是非常親密的 共識的經驗 這個是交通過 我也共識過 我辦公室還在隔壁 有非常多交鋒的經驗 所以如果要 他說不定PDSD 應該有很多婚姻跟震撼 不是 你們兩個都很有資格 因為你們要列出來 過去交手的經驗 那真的是不應該要來聽說 你知道嗎 我真的很想再補充一件事 就是大家很喜歡看 我在婚姻平權的時候 在台上 慷慨激昂的罵人 罵國民黨說 你們票要投出來 拿一段影片 我要告訴大家 在那之前 我跟很多為民進黨的委員 大家分工合作的去遊說 遊說的過程裡面 不是指去遊說民進黨 可能跑票的委員 我因為去遊說這些民進黨委員 我就被黃國昌他們講說 我小綠 林昌佐就是小綠 這個幫民進黨拋腿 我去拜託賴士寶 我去拜託高金素媒 這一些國民黨的藍營的委員 不管我再怎麼不同意他 我一個一個敲門進去拜託 我可能前上個禮拜 因為另外一體才罵賴士寶 然後這一次這一屆 我們婚姻平權的收養 終於完成了的時候 我前一天一直在拜託謝宜鳳 因為他是黨團幹部 我希望他不要在協商的過程 把這個案拿出來 把他擱置 所以我一直拜託他 即便我是支持吳英寧 即便我不認同他 但是當有一個議題來 我要去跟他低頭 但我沒有東西要跟你換 我不是我拿一個東西 來跟你交換 你不要把協商這種東西 都看成說林昌佐 要去拿謝宜鳳什麼利益 沒有 我就傳信息給他打電話 給他拜託 我說這一題是不是政治敏感 不是那一種 就是為了小朋友家庭 他們的幸福 希望這個不要掉進去 我要講的是 所有的 大家看一個影片 我現在是對那些 在看網路的網友講話 你看林昌佐那段 慷慨進行影片 轉傳好爽 前面有多少 花了一年的功夫 大家要去面對自己 也不想面對的那些人 還是要去拜託他 這個才是 這個我也可以直接丟出來說 國民黨你如果不支持 這個收養的話 你就是 治而少的權益於不顧 道德倫上 扣一個帽子 扣一個帽子 直接罵國民黨 然後這邊在罵民黨 你如果不支持的話 就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兩邊都想說 今天林昌佐你是中膠 你是賣什麼 奇怪 你不要看電話先來講一下 我都還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然後他就被整個 他這種時候就會被整個社會 氛圍吵得亂七八糟 然後林昌佐 兩邊的人 然後兩邊 兩邊的直接對立 對立完之後 你直接在立法院 沒有人敢出來表決 這個案子死掉 你們陷入很認真的是 在那四點的內容 什麼什麼執行 他沒有在跟你玩這個 對 他那四點是要幹什麼 情緒勒索 道德勒索 不是 他那個其實就是在做一個 政治的操作 除了炒聲量之外 他也是在想 那是不是真的有人會上當 要真的要來跟我換什麼東西 對不對 那翊川哥 換什麼東西 趙少康他就講 他說 如果沒有合作的位 沒有意義 所以就是副院長給他 然後趙薇多給他們幾席 這是趙少康的意見 趙少康他是什麼角色 他是黨主席嗎 黨團的總召嗎 政論節目主持人 他不知道他中廣董事長辭了 對啊 所以他現在正 他今天接受專訪之後 明天回歸政論節目主持人 對 所以他跟你等級一樣而已 我就不敢這樣喊 而且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基隆市長謝國良 他就立刻 他說 我反對 如果說你是為了要交換的話 再爭取這八張選票 然後說這樣子 那就是政治分章 我是反對的 這樣做非常不合適 請問一下要聽誰的 好 這是民眾黨現在遇到的問題 你看這幾天 唯一有聲量的叫黃國昌 柯文哲呢 柯文哲沒有用了 柯文哲在這一場死裡頭 沒效了 沒人要插他 他沒人要插他 他說的不遵守 因為他說的 黃國昌跟黃珊珊說什麼 團進團出 不是黨進黨出 剛剛阿伯在叫唐飛做行政院長的時候 國民黨當時提的就是說 政黨對政黨 可是他這人團進團出 我們八個決定 他們八個人的決定 柯文哲知道嗎 以後每一次八個人的決定 我跟你講八個人的決定 就是一加一加六 不是八 一加一加六 後面那個六 後面那個六也不知道在言什麼 他們也搞不清楚 反正說對國昌就對了 久了那六個一定會回報給柯文哲 今天國昌你最多 我早去找你 你告訴我這個晚上 今天黃國昌怎麼會這樣 我跟你講這種事情會常常發生 所以愛過才會恨 沒有愛過不會恨 你最常做的愛過的國昌 我不愛過 我是那種幻學 就不太懂老師在講什麼 我是說黃自愛 當然是 我們時代力量的 好 我們2014都去做他的家教 我們有師生情誼 我做老師他做還是 你為什麼教 2014 對 問我台北適合交通的題目 很多綠營的人像黃瑞德 瑞德哥他也去 愛過才會恨 一些五百的 沒愛過才會 繼續想要愛他 民眾黨 你想國昌 黃珊珊叫柯文哲 他們現在是一個三角關係 彼此誰也不聽誰 所以很有可能 柯文哲在最近這幾個會 會整個被邊緣化 那黃國昌 因為他想要選新北市長 所以他一定要博聲量 他不可能尷尬 所以他現在接下來兩年 他在立法院裡面 費很多 他不管做院長 副院長做單獨的委員 我跟你講那個朝野協商 可能協商到一半他沒來 到最後要牽制的時候 他跑來 說頂來 對 頂來 我發現鬼 有啊 又迷到了 結果他跑來說不算 對 那些實在力量每次都是協商完之後 第二個人說我反對 對 所以他這個人家 後來有一段時間 我或洪池用協商的事沒有人敢來 我們兩個人變成奇怪的存在 這一屆的時候 陳佳華的東西 王婉瑜 王婉瑜同意的東西 陳佳華反對 由院長主持協商 都要先檢查家長同意書 都要有家長同意書才能開會 這次立法院院長副院長選舉也是一樣 民眾黨出頭的很多 什麼一開始先到自己 到第二輪的時候 想說國民黨運而已 五十二的 再加高精加陳佳明五十四的 民眾五十一的 對啊 要翻過三個就夠了 到民眾黨走這次四個 跑進來四個 投給有時分 國民黨就倒了 可以這樣吧 他們有四個進來投 四個不投 先進來三個平手的 也可以嘛 先進來三個平手 今天五個站好多等 那三個 林國昌進去 陳佳思進去 吳春春進去 那什麼吳春春進去 沒什麼進去 等到今天五個等 你就要去找他 因為那一八 左邊走 他們出頭 這個槓桿可以做到這樣 他們出頭很多 你說什麼第二輪就力量國民黨 不用 他只要派三個人進去 又平手 先派三個在裡面 不是 就是投票的最後一秒鐘 那三個人走進去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我們以前在台大學生會 台大學生議會 以前要搞國民黨 我跟國昌老師 他是學生會長 我是學生代表 以前要搞國民黨 就是這樣搞的 弄到一半清點人數 全部站在外面 清點人數不足就留會 然後要動員 譬如說現在有人喊清點人數 議長是那種改革派 這不是國民黨 議長就說 現在休息 趕快回去宿舍找人 休息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三小時 就是那個議長決定 所以直接的招式 黃國昌很厲害 但是我要提醒 每一場戰役 每一場戰役 如果都要跟黃國昌這樣演 會疲於奔命 會疲於奔命 因為柯總召 人家會打個摩在燙 柯林奧有兩個總召輪子 總召都不用睡 這條車之後 明天再加出一個出頭 所以大家認清事實 國民黨不能傻傻 因為國民黨沒有愛過黃國昌 所以國民黨可能會上當 你像他們今天 什麼正式發新聞稿 不用啦 民進黨好歐兩句就好